谢谢各位股东对台积公司的大力支持 使台积公司的股价相对强势 刘德英4号最后一次主持股东会 面对股东提问 超微执行长苏兹峰和台积电合作 辉大执行长华仁勋 则和台积电创办员张忠谋同框 会以谁的意向为主 刘德英幽默妙达斗笑全场 你不是破坏我们跟我们客户的关系吗 其实两家公司跟我们的关系都非常良好 我们都跟他们共同成长 而面对竞争对手带来的威胁 刘德英似乎老神在在 一席话让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而这次股东会将全面改选董事 刘德英也将在会后退休交棒给魏哲家 其实自从台积电启动双手涨制 这六年以来股价大涨百分之两百七 刘德英退休后未来少了五点二亿年薪收入 但从刘德英目前持股张数 粗股仍可年龄超过两亿股息 而看看台积电4号开盘 股价小跌两元以八百四十四元开出 随后翻红再平盘上方震荡 虽然大环境的不确定性持续存在 但我们预计今年将是台积公司 健康成长的一年 面对魏哲家掌舵时代来临 日经亚洲也列出面临的三大挑战 包括地缘政治 还有台积电本身的成长 海外扩张 员工组成更多元 最后是整个晶片产业 面临典型的重大转变 就看魏哲家如何出招 TVBS新闻告诉姚刘一轩 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